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退役名将科比 26号在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 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 以分别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7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仍在调查天气是否是导致坠机的原因 据26号的天气预报显示 事发时当地有误能见度低 洛杉矶市警察局发言人卢本斯坦证实 26号上午的天气状况 未达到警局的最低飞行标准 另一据报道 调查人员已经在现场 找到了三具遇难者的遗害 调查人员还表示 科比所乘坐的直升机上 并没有黑匣子 目前只找到飞行员使用的 一个平板电脑